寫不一樣的東西都沒關係 自己寫一下 最後的話還有一個地方 非常重要 哪裡 就是說我們剛剛在 執行的時候 清楚這個不會 在按這個的時候你會發現 它會卡卡的 像這邊有畫面好像怪怪的 按下去這邊畫面怪怪的 那為什麼畫面會怪怪的 主要的原因是因為 你按下它之後呢 它這邊切過來之後 這邊會執行公式 那主要是卡在這裡 因為它沒有一下子大概會 等個一秒鐘吧 所以如果你要避免什麼 像剛剛那個有同學說 老師我可不可以按下去 不要這樣卡卡的感覺好像 是也沒有問題 只是說 它會在感官上面會不美觀 所以有沒有辦法可以不要 不要讓它什麼 這樣卡卡的有沒有辦法 讓這個程式不卡卡的 其實 一個很簡單的方法 就是你可以自己改一些程式 因為如果你不要讓它卡卡的話 根據 直覺的感覺 就是說第一個 你只要怎麼樣 在執行程式的時候 畫面不要去更新它就好了 那問題來了 畫面不更新的話 要怎麼去把畫面更新關掉 所以這個地方可能你要稍微記一下 畫面如果不更新的話 會用到一個東西叫 Application 這個application 這個application指的是什麼 因為畫面要不要更新 是由這個物件 去管理的 這個application指的是什麼 其實就Excel 所以以後 在 VBA裡面 你只要看到application 指的就Excel Excel裡面 所以我們現在學的VBA 有沒有 就是什麼 Visual Based for Application 這個for application 指的是Excel的application 所以意思是說 我們 主要先把Excel 先叫出來 然後呢 按點 點擊它之後 你會發現 點之後 畫面要不要更新 裡面有個相關設定 有沒有一隻手拿著一個資料表示 設定 那畫面的話呢 英文叫Screen 所以你打一個S 這個時候打一個S 它就會跳出一個設定叫什麼 Screen Updating Screen Updating是什麼意思 畫面 Updating 更新 畫面要不要更新 等於 後面就有個什麼 True跟False 要不要更新 那如果我剛剛 會有那個卡卡的話 是要 它已經有更新 一直更新 所以才會卡卡 那我只要做一件事 什麼 把它畫面更新 改成什麼 False 意思是關掉 True就打開 OK 所以 開跟關 有沒有 在 那個VBA裡面 蠻多地方都用同樣的方法 如果我不要 那我就把它關掉 False 就可以了 False 意思是把它關掉 OK 關掉之後的話呢 意思就是說 剛剛那個會卡卡的 狀態呢 就 不會發生了 OK我們來試一下 這個 你要補這一行 看看有沒有差別 好 補了這一行 補在哪裏 補在上面 所以以後 如果你Application 不會打的話 很簡單 有沒有發現 上面不是有Application 所以你把它打在這裡 不要加S 沒有S Application 點 Screen Updating 關掉等於False 這樣就OK了 好 試一下 這樣有沒有 達到我們預期的目標呢 這邊輕跳 剛剛會卡卡嗎 現在會不會卡 按下他 你會發現喔 他有沒有過去 沒有吧 清楚 再一次 有沒有 他這個時候就不卡了 所以其實 只要把畫面更新 關掉 其實這個就OK了 所以特別說 只要在哪裡呢 黑名單篩選的 城市的第一行 把它關掉 不過我還是建議 如果你把它關掉 你以後呢 在城市結束 的時候 建議是什麼 再把它打開 因為如果你不打開的話 將來有些地方要更新 就 沒有那個動畫效果 本來要有動畫 其實動畫效果不見了 因為 你把它關掉了 所以你就等於什麼 等於True 就是 城市剛開始的時候把它關掉 然後呢 城市結束的時候 再把畫面更新打開 這樣的話呢 其實就可以解決很多問題 所以以後喔 如果你 遇到類似的狀況喔 你就可以用這一招 畫面更新關掉 這樣他就會 跑得很順暢了 尤其是用錄製劇 常常切換畫面的時候啦 畫面會一閃一閃 閃得很不舒服 比如說從網路上撈很多大量的資料的時候 他 他頁面很多他會一直閃一閃一閃 那你也可以怎麼樣 把他這個畫面更新關掉 他就會呢 不會一直閃動 反正做完他就直接把東西放到你要指定的位置上面去就OK 所以 這個部分的話就完成了 再按一下 OK 下來了 清除 所以再把重點回顧一下 今天的作業 大概就是把黑名單篩選 請各位就做兩個按鈕就可以 那這兩個按鈕怎麼產生的 就我剛剛我們剛剛錄製劇齊所產生 那產生完之後請你再到 那個 劇齊後VBA裡面 在自動上面加上註解 那至於註解 裡面要寫什麼 請你自己打 每個人都不會沒關係 你就打 你打多打少都沒關係 你打金錢也可以 反正 你只要看得懂就可以了 再來的話呢 在那個畫面更新部分 把它關掉 畫面 就 再還給各位一下 今天主要呢 我們的練習題 就是 黑名單篩選這一題 OK 請各位 試一下 好 謝謝 謝謝